2024南方治理平台首长会议在嘉义县太保市登场 包括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及澎湖县等 七个县市首长及代表 部分党派共同出席 东道族的嘉义县长翁张良 这次以大南方崛起为主题 希望未来南部也能成为台湾经济发展重镇 那这些提案实际上中央都很重视 那因为都是各县市政府 大家经过幕僚单位讨论过 认为可以送到这个平台里面 那变成共同决议的 所以这16项提案里面 所以说每一个提案都非常重要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事来上嘉义县取经 嘉义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更是值得借进 而台积电与AI题材也是现场讨论焦点 陈其迈就说 南部县市都还有广大的腹地 可以配合政府及国际产业趋势 争取国际大仓 各县市在条件上彼此互补共同合作 这次会议上各县市共提出16项提案共同讨论 话题横跨近零转型 整合观光资源 敌热开发 还有跨县市合作发展等议题 就判强化七个县市的合作及区域发展 民事新闻郑融文 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